为了帮助弱势家户办理丧葬事宜 吉安乡公共所在接获光华派书所访查协助通报后 立刻启动了马上关怀机制 协助申请办理低修丧葬补助2万元 并转发财团法人达成慈善基金会丧葬补助7000元 希望能够帮助丧家圆满度过伤痛以及经济平静 吉安乡公华村一名陈先生20多年前因车祸 导致下半身瘫痪无法工作 生活业因此陷入困境 长年来依靠友人陪伴照顾 以低收声帐补助加上减资源回收 换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不料这名陈先生在日前却因为心脏疾病 不幸病故上帐费用更是难以抽搐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 但是也充满温馨跟爱的一个救助 集合了我们吉安乡公所远道而来的长荣 还有台北的达成基金会 跟村庄和派助所一起 攜手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案件 我相信江户的这样的一个无助跟求助 但是也集结了我们社会的大爱 一起来挹注 我们希望他们早日走出悲伤 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吉安乡公所在接获公华派出所 访查协助通报后 立刻启动马上关怀机制 协助申请办理低收商账补助2万元 并转发财团法人达成慈善基金会 商账补助7000元 希望帮助弱势商家能够圆满 度过伤痛与经济平静 记者许离晴吉安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